那些末日电影中的场景 你有没有想过现实中也会发生 近一点的地震 海啸 洪水 远一点的火山 龙卷风 甚至是陨石撞击 今天这一节目就要和大家盘点一下 人历史上最致命的十大天灾 人呀 是很脆弱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群体 这个地球上能轻易夺走 大部分人性命的方式有很多 我做过两期说人类灭亡最大可能的 一期说了陨石 一期说了超级火山 但其实能灭亡人类的可太多了 千奇百怪 华蕾胡哨 总有一样能让你死得很精彩 并且全都是大自然带来的原汁原味 也是全人类都无法短时间处理的沉痛一击 首先最熟悉的 地震 在座的各位大多都经历过08年的那场 李氏八点零级的汶川大地震吧 当时我才读小学六年级 站在四川临省的陕西 下午就坐在教室里面 突然感觉凳子就晃了起来 我还以为后排在踢我凳子呢 但全班都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才醒悟 哇 地震了 因为以前做过防灾演习 大家都有秩序的往外跑 跑到操场上看到国旗杆在不停地晃 当时人小 并入到这是一场痛心的灾难 心里想的只是 哎 学校可以放假了呀 你还记得那天你在做什么吗 评论期间有当时的故事吧 汶川地震令人记忆犹行 但根据死亡人数排名 只能算是最知名地震的21名 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排名第五 2021年的海底大地震排名第二 排在第一位的 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地震 则是发生在1556年1月23日的嘉靖大地震 这次地震正中位置位于陕西华县 过也称华县大地震 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 五省227个县区均有震感 根据明史记载 死亡人数83万人 成为历史已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但83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存在争议 后来综合估计死亡人数在45万人以内 但也还是地震死亡人数之首 说完了地震 我们再来说说和地震关联的海啸 历史上最知名的海啸 其因为发生在2004年的印度洋大地震 正中位于海上 离印尼的苏门达拉岛160千米 猛烈的地震随即引发了袭击周边海岸的大海啸 称为南亚大海啸 海啸造成超过30万人遇难 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儿童 因为地震发生时正是圣诞节的旅游旺季 沿海也尽是一些旅游热点 所以很多人在海滩上度假还来不及逃走 甚至有的人瞬间被淹没在了酒店的客房中 著名隐形李连杰也经历了这次海啸 当时的他正在马尔代夫的酒店里休息 刷时间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 李连杰抱起女儿私立逃生 因为这一经历 随后李连杰创立的慈善基金一基金 说完了海啸 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相似的天才 洪水 前段时间的山西洪灾牵动众人的心 几个月前的河南洪灾更是八方致远 下面我家乡的汉江也发了大水 我们这种生活在江水边的孩子 对于洪水真是极致如仇 住房的首要条件就是得看地势高不高 已知完全是天灾造成的洪水灾害 死亡人数最多的便是1931年的长江水灾 说是长江水灾 其实那段时间长江 珠江 黄河 淮河 都发生了特大洪水 在区波及八个省区 共计五千万人受灾 与四十万人死亡 是人类有史以来死亡数最多的洪灾 这次洪灾的成因很简单 就是下雨 不停的下雨 大面积的暴雨 长时间且提前的汛气 加上那时候中国本身就内忧外患 正在工作也无力且吃换 这才使得这次灾情严重至极 好了 讲完了水 我们再来讲讲火吧 还记得去年的澳大利亚山火吗 从19年到20年就断断续续的新闻 印象中这档大火就一直在烧着 许久不见扑面 一查资料确实是 从19年的9月 因为高温干旱加上雷击引发大火 一直烧到了20年5月才被完全扑面 事后统计死亡人数34人 间接死亡人数445人 火灾虽然致命 但确实不如洪水或海啸地震那样猛烈 因为火情蔓延需要时间 这样情况下就给了人们逃命的时间 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火灾发生于1871年10月份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晚秋暖而干燥 这段时间的森林和灌木丛就经常起火 不过一般周围人都会及时发现然后扑面 不过越到晚秋西南风越大 这时候这股邪风就会将小火吹得连成一片 最终发展成为森林大火 大火蔓延了49万公顷的土地 吞噬了派士提格阵 共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 成为了历史上最致命的野火 说了个火 我们再说另一种火 火山 上期节目我们也说过这个 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火山爆发 便是1815年的印尼坦布拉火山爆发 这次火山爆发持续了一周以上 火山喷出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物质 火山会混入大气 使得全球气温都有明显下降 整个北半球庄家欠收 身处死亡 竟然导致了19世纪最严重的饥荒 甚至影响了中国云南地区 统计显示 这场火山爆发造成了至少71000人死亡 名列最致命火山灾害第一位 说完了火灾和火山 我们再来说说另一种火 热浪 热浪是一个天气学概念 指的是天气持续地保持过度的炎热 同时也有可能伴随着很高的湿度 因为持续高温会引起老年人 或身体虚弱的人死亡 最严重的一次 也就是最致命的一次热浪 会有7万人因此死亡 这次热量发生在2003年的欧洲 这一年的气温屡创新高 欧洲各地气温平均要比往年高5到10摄氏度 高温导致农作物减产 核水水位下降 航运受阻 甚至因为河水海水的温度升高 让核电站的冷却功能无法正常运作 更严重的便是 大部分欧洲住宅没有空调 一些老人员更甚 这使得光南欧就有3万5千人热死 共计7万人因此次热浪的影响而死亡 朋友们 去欧洲卖货乡证据水 6个了 说完了这6种天灾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天灾 这玩意真的是天灾 因为根本就是从天上来的 那就是撞击事件 俗称陨石撞地球 火小星星撞击 之前我们有一期视频聊过撞击事件 这说的是人类毁灭的其中一种可能 实际上我们算运气好 历史上的知名撞击事件 陨石之类的天外来物都落在了没啥人的野外 或是小陨石落地无上大雅 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撞击事件 是6500万年前的小星星撞击 一颗直近180公里的天外来物落在了尤卡坦半岛 释放了约100MT当量的能量 并灭绝了当时地球95%的物种 也造成了恐龙的灭绝 啊不对 我们这个名单好像只是盘点死亡人数最多的 那恐龙灭绝这次就不算了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撞击事件 发生在1490年 明孝宗洪志三年的中国欠阳 明史明通箭中均有记载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流星雨 或是流星空中爆炸 总是陨石像冰雹一样密集落下 砸死了上万人 说完了陨石 下一个再说说雪豹 雪豹又称暴风雪 接地区的说法就是 风又大雪又多 1972年2月 伊朗发生了历史上最致命的雪豹 从2月9日开始 持续一周的低温和暴雪 轻浮在了伊朗南部 地面积雪达到了8米的厚度 这是什么概念 这样的雪在你家院子里下 住在四楼以下的人基本上都被埋住了 是的 伊朗的这次雪豹 被埋葬了4000余来不及逃走的人 这些人在后雪中死于窒息和低体温症 好了 既然说了暴风雪 我们再来说一个龙卷风 1989年 孟加拉国的马尼格干节县 发生了历史上最致命的龙卷风 6平方公里的范围被这个龙卷风撕碎 树木被连根拔起 房屋被撕开吹飞 人们被卷上天空 再从另一个地方重重摔下 或是被吹起的建筑残骸 或是大树枝杂重 狂风过后一片狼藉 最终1200人死亡 1万多人受伤 8万人无家可归 虽然一说起龙卷风 都觉得美国那边天天发生龙卷风 实际上确实这样 但孟加拉国这边人口密度大 房屋质量差 同样量级的灾害粮的地方 受灾程度肯定也不一样 那说说龙卷风 就再说说台风和飓风吧 台风飓风都是热带气泉 所在地方不一样 叫法也不一样 今今为止最致命的热带气泉 还是发生在孟加拉国 太道明了这个地方 波拉飓风形成于1970年11月3日 是二日下午登陆东巴基斯坦 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 气泉登陆时 离登陆地点95公里外的 一个气氧站测得 风速达到了144千米每小时 45分钟后 附近港口又测得 风速达222千米每小时 这个飓风非常大 几乎覆盖了整个恒河散 就是低洼地区 在登陆地附近岛上 几乎没有幸存者 那些海港的船只 更是尽数被毁 陆地上 房屋的质量差 也都无法幸免 大风催过拉朽 消磨着自己的能量 一天过后 飓风消散 据统计 又有大约50万人 在这场风暴中丧身 360万人受到风暴的直接影响 加上农田被毁 水到几月收 港口被毁 雨也停摆 就连机场 都积了一米深的水 不过有意思的是 因为当时政府的 救灾工作不利 导致民众不满 当地反政府运动 逐渐扩大 四个月后 演变成了 孟加拉国解放战争 又九个月后 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独立 事实无常呀 地震 海啸 洪水 野火 超级火山 热浪 撞击世界 雪暴 龙卷风 热来气泉 刚好十个 不多不少 这十个说下来 大家寻慕寻慕 你看我们人类呀 是不是有点太脆弱了 冷死 热死 被雪埋 被陨石砸 你会发现 虽然人类庞大到 有八十亿的人口 各色文明灿烂 但扯出来 还是抵不过 大自然吹口气 土口水 几个青春痘 或者外面的小尸子 砸一下 冷热了也都不行 人类灭绝的最大危险 就是处处都有危险 还都是无能为力的那种 唐若有一天 真的发生了 全球性的灾难 我们除了躲到地下 那也就只有 飞到别的星球去了 而且 还真的无法保全大部分人 说人类是蝼蚁 某种意义上 还真是确切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必须得 赞点高兴的了 别给我的观众 都弄抑郁了 感谢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一下 拼合上大拇指 给个赞 鼓励鼓励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